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吐槽嘉宾 哈喽 丽零欣你好 我是小红 你看这个麦多高 我们邀请第一位吐槽嘉宾 李轩欣 大家好 我是丽零欣 又到双十一了 我听说今年你们是 这光棍节有很大的变化 说是不仅11月11号是光棍节 11月1号也变成光棍节了 是吧 就你们这些商家 为了促销 就活活把光棍节整成两天 两个节过完 我还是光棍 那我不就是双节棍吗 双节棍 可以看出来是给了钱的 保持住啊 保持住 对对对 我要学校你们的时候就会停下 我妈呢 是一个双十一的非常积极的参与者 去年她就问我 说她想买好几个东西 有的店铺可以打折啊 有的还有折上折 然后她抢了许多的优惠券 她说你帮我看看这个优惠券能不能用 我就研究了很长时间 我说妈你这个优惠券可能不能用了 然后我妈说 那这个优惠券不能用了 我生的闺女能不能用 我说妈你要买啥呀 她说我想买个雕 也不贵一万多一点 我说妈这样 我再给你看看你那优惠券能不能用 就我们东北人啊 对买雕这个事是很有仪式感的 我们知道以前我们怎么买雕吗 在我们东北辽宁有一个地方叫铜二浦 就是这个浦就听着非常的土是吧 但这个地方是我们东北大姑娘 小媳妇老太太的精神家园 一个东北旅游购物著名的景点 我们买雕都是组团去的啊 到那你就看一个司机拉一车东北女人 然后到那之后开始拍照 回来的时候司机把门一开 车上一人一个黑雕 一个一个往下蹦 就你们思考一下那个场面啊 这帮女的穿着黑雕 把那司机都淹没了 就你知道他是去买雕 你不知道就感觉是熊大熊二 把光头翔给绑架了 但是我妈现在啊 她不去铜二浦了 她转战贴毛了 去年因为这个优惠券没整明白 就没买上嘛 今年就准备再接再厉 但是她今年啊 就没找我问这个折扣的事情 我说你是自己整明白了吗 妈说不是 今年人家优惠券啊 就直接在结算的时候 就自动抵扣了 我说那今年双十一这么直接 真方便呀 我妈说双十一是挺方便 就是不知道我这个我生的闺女用着方不方便 云渺 我现在恳请你把这个规则呢设计再复杂一点 最好就是复杂到让我妈这个东北中年妇女 忘了她还有一个闺女 没问题 可以找女婿呀 可以也可以 除了找女婿我一会儿再跟你讲这件事情 我有一些朋友吧 在双十一的时候也特别的狗 他们天天就吐槽说双十一规则复杂 不买了不买了 我一想那规则这么复杂我也不买了 结果过完双十一的时候他们都在收快递 骂得越狠收得越多 就是这就是那种学霸你知道吧 学校里考试的时候 说卷子拿完最后成绩都贼好 就我这些朋友 就是买买买领域的学霸 简称买霸 我也确实是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在霸这个领域上花铁炉了 按理说办出吃老虎这件事情 我比较擅长 但是在这个买的时候输给了他 然后我就明白了 就这帮买霸呀 天天吐槽双十一复杂 它其实就是一个阴谋 因为最后只有我信了 优惠全都错过了 你说这优惠再复杂 它也是优惠 双十一的规则再复杂 也没有人性复杂 我现在感觉真的 这双十一就像我的爱情一样 就是有钱花不出去 真的我不满你们说啊 我在爱情中 我最大的爱好 就是给男人花钱 有没有点节操 我平时正在说省吃俭用 我那钱我就攒着给男人花呀 我就给他送礼物 咔咔送啥贵送啥 就是我就送那些 就是他们跟我分手了 都舍不得扔的东西 我让他们一辈子 都留着曾经被我占有过的证据 但是那非常的遗憾 我遇到的男人都像双十一的商品一样 他没等我掏钱呢 没货了 所以今年呀 我不管了 他们爱怎么吐槽怎么吐槽 我就上天猫 我就买 我在爱情中找不到男人花钱 我给云苗老师花着鞋爱不行吗 工工就完事了呗 而且啊 这回我发现 这个咱们这次优惠就很有意思 前两天啊 我就写着我买个羽绒服 西董说 再买一百就能减五十 我说那买一百 然后他又说 再买两百就能减一百 我说那再买两百 然后又说 再买五百就能减三百 我就听哎呀 那我是不是再买一百万 就能减五十万了呢 一瞬间我就宏管了 我说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 我说老板 天猫优惠政策 我言就差不多了 你看啊 阿里现在市值是八千亿 就根据今年双十一这个规则 咱们这个双十一 时时近四千亿 我估计能盘下来 我老板说 呀学习 你可真是个天才呀 问题是这个四千亿从哪来呢 我说老板 咱用花呗呀 我老板说那 那咱得接多少活能 还上这花呗呀 我说你是不是傻 阿里都是咱的了 你还花呗干什么 我一分钱不花 我白得个阿里现在 那在座的各位啊 以后不要管我叫学习 叫李总 好吧 就这两天就让我改稿子那几个人啊 这稿子左一遍右一遍的 一会儿啊 你们就上人力资源部去一趟 李总 明天不想再看见你们 谢谢大家 我是对姐姐 我们今天的